103. 上海證券報 國內首家公務管理團隊出任基金公司第一大股東 2015年7月19日基金基金日週02 徐維強黃金偷本部記者徐維強黃金偷近日 甘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開業 標誌著國內首家管理團隊出任第一大股東的公務基金正式成立 公開資料顯示 甘信基金註冊地位於深圳前海 以因克成總經理為核心的管理團隊合計持股達35% 為力公司第一大股東 對此 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作為一家新成立的基金公司 甘信基金建立了創新的治理結構 同時將逐步推進核心員工持股計劃 使得管理團隊的利益、股東利益以及廣大持有人利益保持高度一致 去年伴隨牛市預期的到來 公務基金賓師風呈現預演預裂狀態 而股權結構顯然是影響公務基金人士出走創業的一大原因 股權結構優勢突出的陽光施毛成為公務人士離職後主要選擇的去向 近日以甘信基金為代表的新基金陸續成立 或為公務基金治理結構帶來實質性突破 據介紹 以欣克勝總經理為核心的管理團隊通過 直接和間接持股合計高達35% 是公司的第一大股東 業內人士認為 隨著資產管理行業的發展 人才的作用越發明顯 管理層直接持股 顯然會是基金公司提升自身競爭力的最有效手段 而這種創新股權結構也備受監管層鼓勵與支持 2014年6月證監會發布創新11條 在針對放寬行業准入機制上 明確鼓勵各類符合條件的市場主體申請公務基金管理牌照 支持民營資本 專業人士各類主體設立基金管理公司 同年年底 國務院發文表示 確認基金公司內部專業人士持股比例可超5%以上 甘信基金相關人士透露 公司還將引入事業部制逐步推行員工持股計劃 公司將通過事業部制賦予基金經理在投資決策上的更大空間 將在激勵與約束機制上實現基金利益與投資人的綁定 更好發揮基金經理的潛能 除了治理結構的問題 公務基金也面臨運營成本過高的困境 特別是對於新成立的公司而言 由於規模還比較少 成本壓力也會顯得格外突出 對此甘信基金總經理欣克誠透露 未來公司將實行輕資產運營的策略 對於後台運營核心部分 將採取外包策略 選擇可靠的服務商 例如 清算等方面 外包級專業公司或專業團隊來造 降低成本 提高效率 通過輕資產運營模式 將有在於基金公司聚焦於投資管理 集中力量於資產管理的核心領域 提升自新投言競爭力